关注偏乡学生的学习表现 最近在前仙议员张怀文引荐之下 寿风地区善心人士简客风 捐赠了16万4千元奖助学金给乡内学童 有82位学生受惠 另外还捐赠12所国中小学 每校5000元的设施改善备用 希望透过捐助方式帮助有心向上的学子 可以认真学业 奠定美好发展前程的基础 来自桃园地区的咖啡业者 在前仙议员张怀文的引荐之下 业者再次来到寿风乡进行奖助学金的发放 希望借由奖助学金的鼓励 让学子能够在学业上有更好的成绩表现 以及在座有两位贵宾 那一直以来在我们桃园市长年以来 那也关注地方的不管是落势 还有教育方面也都非常的关注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兼董事长 还有林董事长 把他们的爱心从桃园带来我们的地方 在我们寿风乡长年也一直以来关注我们地方的学子 那我们是不是以掌声来感谢他们 那我想这个三局啊 我们前董事长还有林董事长一直关心我们地方 不管是我们学校有任何的问题啊 有转戒的方面学生又遇到任何的困难 那只要他们晓得经过我们来转戒他们都很愿意啊 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各位同学 那也期许啊 我们各位同学那学到了一定要教别人 那现在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啊 也期许我们各位同学能够多多的努力向上 将来做个能够有朝一日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好人 三星人士指出认同前议员张怀文 以及现任议员林品阳服务乡亲的热忱 自去年开始赞助寿风乡清涵奖助学金 并捐赠清涵家庭爱心物资与急难救助金 他也表示自己生长在贫困的农家 他很清楚家境不好的时候在求学的路上困难 希望能够透过捐助的方式帮助有心向学的学者 认真学业 为自己的将来奠定美好的发展以及虔诚的基础 记者林杰收风乡采访报道